我們現在正走路去搭地鐵 我們本來打算就是大概9點15分出發 然後9點半換完錢 要坐車去就是在一個比較遠的咖啡町 就是Coffee Rooftop 結果現在的時間是9點43 我們還沒去換錢 所以我們應該會遲到一下 因為聽說那一間咖啡廳你要早一點到 不然它11點一開門就會滿滿都是人 所以等一下就看一下我們能不能搶到位置 我們現在在Line 2就是綠線 如果你要坐到Coffee Rooftop 你要坐到往長山 這是長吧一個草在一個長 很長的長還是長山 長山 在下樓梯之後是左邊這個方向 要坐到底之後再轉公車 才可以到Coffee Rooftop 它真的很偏僻 我們現在剛從地鐵出來 要去7號出口的地方坐公車 用never map查一下就知道要坐幾號線的公車囉 入口轉進來這邊有電梯 坐到4樓 這裡除了室內用餐區超美之外 當然不能錯過他們的屋頂啊 今天風很大所以店家說只能在室內用餐區用餐 用餐客人也很有默契的一組一組上屋頂拍照 所以我們兩人也是包場爽爽拍照 拍完照回來我們的餐點也都好了 拍完照片 它的番茄的地還在欸 呵呵 看到每個不知道它為什麼不使用 這飲料有用一個補菜的炒麵包帶子 我點的是 草莓拿鐵 就是草莓牛奶 它下面是真的草莓 草莓果醬 然後是那種整顆草莓的草莓果醬 然後就是打成泥 上面就是牛奶跟鮮奶奶 真好喝的 真材實料 吃吃看它的草莓麵包 餐點整體上都算還不錯 光用看的都覺得美味 價位不算便宜 但是真的非常好拍 這附近也有許多其他的咖啡廳 像這間就被它的仙人掌吸引進來了 在公車下車處的另一頭有兩個燈塔 也別忘記來這邊拍幾張照片喔 接下來是位在南普洞商圈的黃白色主題咖啡廳 價位差不多在4000到6000韓圓 用餐空間很寬敞 逛街逛累了 很適合來這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在3號線 編號302的望美站 等一下從2號出口出去 我們要去吃一間很厲害的起司蛋糕 這間店座位很少 如果要內用可能需要碰碰運氣 內用有賣飲料和單片蛋糕 當然也可以外帶整塊 這個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 如果你喜歡抹茶 一定要試試他們的抹茶蛋糕 超濃超好吃 好的 以上就是我去的網美咖啡廳啦 現在我就要跟大家說我到底在釜山花了多少錢 我們有沒有完成一萬塊玩釜山的任務呢? 首先第一個費用就是交通 最大的花費當然是機票 我們這次買到的機票是釜山 台北這樣子來回是 三千三百二十六一個人 而且負15公斤 托運行李 而在釜山我們通常都是搭乘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所以你需要準備一張T-Money卡 T-Money卡的話你可以在台灣先透過 KK-Day購買 你可以買空白的T-Money卡是77元台幣 或是有另外一種裡面已經儲持了 五千韓元的T-Money卡是220元台幣 我們也透過了KK-Day購買了SIM卡 SIM卡的費用的話一個人是388元 我們也一起購買了SpaLand的門票 一個人是458元 在釜山的這段期間 我總共加值了2萬塊韓元 在我的T-Money卡裡面 還有我們住宿的部分 一個人三個晚上是1400元台幣 接下來就是食物的花費啦 那我就一個一個跟大家說 我們到底花了多少錢在那些餐廳 螞蟻家炒章魚554元 葡萄丁烤肉910元 Coffee Rooftop 863元 樂天百貨周圍路邊攤64元 便利商店買的牛奶90元 南普生雞湯739元 男子烤腸730元 外帶辣炒年糕158元 黃白主題的廣美餐廳343元 起司蛋糕607 漢針木食物172元 手工炸漿麵店423元 豆田裡嫩豆腐423 吃的部分的話一個人總共花了3043元 所以在釜山三天三葉下來 一個人總共花了9211元 沒錯所以我們達成了這一次三天三夜不到1萬塊的挑戰 其實我們吃的部分完全沒有再省 主要省到錢的地方應該是機票跟住宿 所以你現在知道小資旅遊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不要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IG才可以知道更多小資旅遊的秘密喔 那就先這樣囉 拜拜 拜拜